欢迎来的姐妹 今天的《诗经金句》是 《我环要自给你们一火身心》 阿扎哈尔仙之书36章26节 我看了这句《诗经金句》 我忽然有个兴趣 查一查究竟现代的世界 换心手术是怎样的呢? 刚刚找了一下 上网查,很多资料都有 原来在1967年 南非就进行了世界上 第一单的心脏移植手术 不过很可惜 当时换心脏的病人 就是存活了18天 就过世了 过了几十年 到现在 换心手术是很成熟的 换心通常可以超过28年 都挺好 不过天主换我们的心 就是永恒我们一世的 不单如此 我再找到一个很有趣的 他在纽约 在2008年 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一位63岁的男士 他心脏不好 忽然间 没多久之前 有一位年轻一点的 就过了身 就是撞车 于是就立刻把心脏 换了给63岁先生 话说他以前画画 好像幼稚园的水准 乱来的 不懂得画的 但竟然换了心脏之后 他有一个新的心 他就画画很专业 原来 车祸死了 年轻人 他画画得很高的 真的难以解释 各位兄弟姐妹 天主跟我们换的心 首先就不是有限期的 是永恒的 而且 不单止叫我们 懂画画 是叫我们 做祂的子女 听天主的命令 按照祂的旨意 来生活 为什么呢? 因为天主要为我们 换的心 就是祂的子 聖子耶稣基督的心 以耶稣的圣心换我们的心 换我们的兵心 是赐给我们的礼物 不是我们赚回来的 很多时候我们说 我们要做这些 做那些 天主就会爱我多些 不是的 各位兄弟姐妹 天主的爱不是这样的 天主一早就爱了我们 然后呢 我们不过做一点点 去环保于祂 一点点 去表达我们知恩报外 首先呢 就是 藏开我们的心灵 接受天主为我们换心 然后呢 求 天主 就是耶稣基督的 温暖的心 来融化我们的兵心 我还要赐给你们 一火新心 阿扎哈尔先知书 36章 26节